各位朋友金牌经济陆广辉说说联邦购房储蓄账户 记得听完哦 加拿大政府最近宣布推出一项新的储蓄政策 Pax Free First Home Savings Account的简称就是 FASA旨在帮助人们减轻购买第一套住房的财务压力 该免税账户允许人们在首次开户后的15年内存入储蓄金 每年最多可存入8000加币 一生中最多可存入4万加币 存入这个账户的钱可以从收入内扣除 账户里投资所赚取的金额和利息在提取时也将免税 期盼已久的加拿大购房免税账户将于4月1日推出 除了用于购买第一套住房 FASA还可以投资股票、ETF和期权等 FASA账户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必须是加拿大的居民 必须年满18岁 必须是首次购房者 另外 鉴于目前市场的房源紧张局面 许多房源一周卖掉的情况比较多见 因此 个人认为 大温的房地产市场就此底部坐实 已经开始拐头向上 对于温哥华和本拿比市场 后向屋概念和温哥华的一改四的概念 都是下一步操作的重点 后向屋其实是属于温哥华的独特发明 而且在2010年才被批准 后向屋顾名思义 就是盖在后向旁边 车库位置的小屋 2010年 因为要解决住房供应问题 增加出租单位 温哥华市政府正式开始实行后向屋计划 接下来的十多年 也有其他城市响应